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 听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 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看一下 上这课咱们介绍了几个常用的呼号 对吧 常用的原字符 对 其他单品讲 包括信号代表什么呢 出现另一次 对 另一次 包括零次 加号跟信号比 就是必须出现一次和多次 对 问号是零次和一次 然后还有一些什么限定个数的大括号的 有点 这个细节 那这节课咱们看一下其他的原字符 比如说竖线 对吧 它是或者的关系 在咱们 前边咱们学过的预算符的时候 刚才学过 对不对 或者的关系 在这里边它也是或者的关系 比如说 看一下 我这里边写一个 比如说 Oracle 或者 MySQL 看到了吗 MySQL 现在是不是写了一个或者 对 那现在它匹配的是E和M之间的或者 还是Oracle和MySQL之间出现一次 还是E和M之间出现一次 那这就得看一下优先机的问题 听懂吗 所以咱们看一下这个竖线是和的关系 是和的关系 表示它两边的 两边的原子只要有一个出现就可以 对吧 但是后边再加一个 但是什么呢 竖线的 优先机 是最低的 是最低的 什么呢 那既然是最低的 那匹配的就先以 整个表达是这个为主 或者是以这个为主 听懂吗 而不是匹配它最近的两个字符 所以它优先机既然是最低的 那么说明在这里边只要出现Oracle 对 或者MySQL就可以 而不是说E和M的出现 那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这样的呢 我们运行一下 你看是不是Oracle出现了 如果这里边假如说前边有个MySQL 对吧 那它从前往后先匹配对不对 你看MySQL是不是就出现了 所以匹配的不是E和M之间的一个 而是两个大的原子出色 听懂吗 优先机是最低的 这个也很好理解吧 对 唯一需要大家记得就是优先机很重要 对吧 那如果我想怎么改变优先机呢 那就用括号 咱们后边括号咱们会单独的去讲 好吧 那我们再看一下还有其他的什么原子 咱们需要介绍 比如说鞋杖A 鞋杖A鞋杖A鞋杖Z 或者是什么上箭头对不对 和刀 这是干嘛有可能 先看一下这块 也就是这个符号和鞋杖大A 这是一样的 用法是一样的 什么的 表示必须以什么开始 表示必须以什么开始 知道吗 那这个必须写在什么 正则表达式的最前面 知道吗 比如说这里边 我现在写一下 上档线以ABC 这样 也就是必须以ABC开始的一个字幕串才可以 而上边的字幕串是以ABC开始吗 不是 我们来看一下 这就匹配不到 那如果字幕串中间这块有ABC呢 行不行呢 来 再看一下 是不是也不行 所以必须以ABC开始 那我们这块写上ABC 现在整个字幕串是不是以ABC开始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结果 是不是呢 是不是就可以匹配成功了 以ABC开始的 对不对 那当然了 ABC开始 这会可以换成谁啊 写上大A 对吧 那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一样效果呢 是不是一样 一下 当然了 咱们平时的用的时候又行 大A的时候很少 这两个的重点记 这个符号 只是它的作用是一样的 那有必须以什么什么开始 那就必须有 对 以什么什么结尾 所以呢 刀了胡 和 或者是和 答贼 最好改成一个和 对 对 A是字母的开始 这是字母的结尾 妹子说的很对 表示必须 以什么结束 对吧 这个必须写在 正则表达式的最后面 当然都在定件胡理 对不对 所以这块我如果改成 在这块写到最后 刀了胡 那就表示必须以ABC结尾 对不对 那现在 我这么写 看一下 是不是皮肤上 对 因为字母串里边不是ABC结尾的 对 中间用ABC也不行 对不对 那如果这块写ABC 看下这 是不是就是ABC 对不对 以太结尾了 那我换成鞋盖 大Z 行不行 是不是也是一样的效果 对 是不是也可以 行 大Z 那如果我记 你看妹子如果这么写 以他开头 以他结尾 以他开头 以他结尾 对吧 对 我们看一下 他不是匹配不成功的 对吧 是不行的 为什么不行的 刚才看见到匹配失败了 对不对 对 因为ABC开头 AP结尾 中间允许有其他符号吗 不允许 所以这块 要求我们匹配自负串 这样 只能匹配ABC 自负串也不能有别的才可以 是这个作用 是不是 那如果我做成 想以ABC开始 ABC结束 那我该怎么写 比如这个自负串 ABC 是比ABC开始 ABC结束的 那这该怎么写 这话再写个ABC 中间兴上第二兴 第二代表什么 是不是代表任意原子 兴呢 是不是中间 意味着任意原子 可以出现 任一次 包括零次 对不对 这样才可以 你看 ABC开始 ABC结束的 是全拿到了 对不对 所以点代表任意原子 兴又代表跟前面说的 可以出现任意次数 对不对 所以是ABC开始 ABC结束 中间可以有任何次数 任意次数 这样才可以的 所以能理解这个 对 以什么开始 以什么结束了吧 也需要注意一些细节 那咱们再来看 除了这个 那咱们还有一个什么 小B和大B 这个匹配单次边界 这是什么意思呢 什么叫匹配单次边界呢 比如说 我给你写一个例子 你看一下 这是A子 RMG 这句话什么意思 你问 这是 对 这是路地 对不对 那现在这里边有三个A字 是不是 对 那 你先 我现在想 比如说 我想把这个A字匹配出来 或者这个A字匹配出来 或者是这个A字匹配出来 是不是三个A字 我想匹配想匹配哪个就得匹配哪个 对吧 那 这个A字 这边是不是右边有边界 这个A字是不是左边有边界 这个A字两边是不是 多两边边界 那么我们这个斜杠B就是匹配单次边界的 单 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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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词 边界 对不对 嗯 对 对 那 谁让大币呢 匹配单次边界以外的部分 是不是 那 就是什么 非边界的部分 对吧 不是 不是边界的 不是单词边界的 记得是单词 看到了吗 那比如说 我现在想把 这个A字匹配出来 比如说这个A字匹配出来吧 是两边都是有边界的 那怎么办呢 A字 是不是这块是只找A字 只要第一次出现就行 不是咱们指定的一个对不对 如果这边加个斜杠小B 这边再加斜杠小B 那找的什么意思 是不是意思着 我要找的是 两边都是边界的 就找单词A字的 那现在匹配的就是中间的 所以咱们现在看不出效果来 看A字是不是找到了 那如果我想找 这边的A字类呢 怎么办 左边是边界 右边不是边界 那就斜杠大B的 对吧 那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能找到 那如果想找这次里边的A字呢 这边是小B 这边是什么 大B 是不是就可以了 这就是匹配 单词边界上面的用法 对吧 当然这个用的不多 记得吗 那这就是我们原字符中的所有的原字符 对吧 那括号呢 其实不是原字符 那咱们下句课 其实也算是跟原字符和原子都有关的一个东西 括号 所以咱们在下句课咱们重点会叫这个 那除了这些呢 大家也可以把这些看成是 咱们前面讲过原子有没有点 原子有没有自定义这个 这些也可以因为它也是特殊字符你看成原子符也没关系 对吧 那这些呢 看成原子定义原子的也是用来收入原子的嘛 对不对 看成原子也没关系 所以呢 没有说原子和原子像这几个符号上面有特殊的一些定义 那个定义 对不对 嗯 好 这就是我们这节课向大家介绍的 比较有用的另外几个原字符 希望大家能记住 如果大家记不住的话多写几个实验对不对 对 包括后边咱们会写大量的例子 嗯 大家会对这些更熟一些 好 谢谢大家 这节课咱们就这样到这里 好 下节课咱们继续介绍括号 拜拜 下节课咱们就这样到这里